救火人员不断按压CPR 单架也放置在一旁随时待命 因为大批冤警刚刚围捕伤口的通缉犯 竟口吐白沫失去呼吸心跳 警方在嫌犯车内仔细进行搜索 另一边持续进行急救工作 救护车火速到场将人紧急送医 却仍宣告不至 还原警方压制前 当时嫌犯开车逃逸 明明已经急煞 下一秒却又突然滑行撞上计程车 也被怀疑他可能当下身体就已经出现不适 而据了解这名有毒品前科的理性嫌犯 身高约180公分 体重130公斤 身材壮硕 警方就怕他想冲撞落跑 围捕时频频用警棍敲打他的小腿 强势控制 但怎么也没想到在盘问时 他竟突然倒下 嫌犯的爸爸姐姐和儿子 头戴帽子口罩来到医院认识 面对提问低调不愿回应 因为这班其实已经长达六年 没有跟家人联络 这会突然传出死讯 家属也相当无奈 警方在日11号下午回同法医上验遗体 出不结果出炉 发现理性嫌犯死因是新音性修客 但详细原因还得等待择日解剖才能理清 接下来就叫张扎玉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